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傍晚,日積繼續展開激鬥 其中大阪櫻花將是主場型來蒲和紅傳的挑戰 後者近期確實得到很多時間休息 但長時間未有正式比賽維持狀態 對於職業球員不是一件利好的消息 蒲和紅傳金帳理應已穩陣行先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錯視的現場直播 大阪櫻花近期一直在精戰杯賽 球隊前兩場日聯盃附加賽僅錄得一和一副未常勝職 無奈被丁田·雜維亞淘汰 所行的是他們在上將入黃盃第二圈成功戰勝 魚欄部隊追來CFC 成功挽回謝許的面子 回到聯賽,大阪櫻花曾經有過一段良好的開局 球隊甚至圍裂過積分榜的榜首 此可惜他們未能持續發揮 之後一度遭遇六輪兩和四負不勝的難題 至於到了最近三輪聯賽收獲一剩兩和爪手指血 大阪櫻花目前聯賽排名已跌至中有 球隊無異需要急起直追 一眾攻擊首則兼負重任 主力攻擊首里奧斯·阿拉、 努卡斯·佛蘭迪斯等人首當其衝 而他們分別是目前對內聯賽入球數 助攻數最多的球員 陣容方面,後衛盡騰兩友和登里享平坤因相倦勤 在之前號取聯賽三年勝後 蒲和洪轉狀態有點低迷 球隊最近三輪聯賽僅錄得兩和一負一勝難球 蒲和洪轉最近一場正式比賽還是本月初 雖然球隊得到15天的優正 但球員狀態值得相確 畢竟長時間未有正式比賽 維持狀態並非好事 需要指出的是 蒲和洪轉最近三輪聯賽得失球比為3比4 球隊攻防有點失衡 當中三場比賽上半場都無法攻破對手大門 進攻方面入局確實有點煤慢 火力不足無疑是他們聯賽連場不勝的最大原因之一 對此泰亞高辛坦拿等攻擊手確實要加把勁 陣容方面中場森武爾古斯達夫神陰霜高掛面佔牌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和分享還有分享 、就讓我出身 小